一过了早上10点钟以后 这里就大塞车了啊 肩饼就没地方停车的 下面那个海思博物馆也是 停车超级难停 只能停了半山 这里偶尔有一两个空位 所以一个景区啊 看他的服务能力强不强 就看他的停车位够不够 你看 要从这里走路下去到下面 太垃圾了 停车位都没有 而且在路边这里停的全部是收费10块钱 两分钟也是10块钱 下面就是这个海胎 太阳好大啦 人很多 你看塞车了 塞车了 塞车了 所以现在越多的人开始向往那一种生活 就是露营的 然后我们发现下面这个别墅你看 下面这些别墅也是 是没人住的了 放废了 也是放掉的了啊 也是放废了 这个你看 没有一个又住的全部都是 废掉了 全部都包废了 好可惜的别墅啊 好可惜的别墅啊 就在海边啊 你看一下 买了这个房子的老板肯定要哭死了 被骗了 看一下 这一片都是 一片都是没人住的 你看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民口 哎呦 有 跟上面一起的 整个盘都是老板的 一倒闭全部倒闭 太惨了 帅车了 这样的海景房 别墅 最起码都要几百万嘛 是不是 对 基研就是变成了废稀呀 太浪费了 浪费 资源 浪费土地 该当何罪 现在变了就停车场了 你看 变了停车场了 每到一个景区啊 这边多多少少都有这种荒废的别墅 或者是酒店 搞不懂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个人感觉这个就是应该是跟当地政府的当时的政策 跟那些 这些当时的当肝的问题哈 当时批了后面换新肝上映又不批的 也就是存在那种不合理的合同吗 是不是 这个是中国这边就是这样子的 做生意规则就是这样子 所以站错队了 那你就是投资失败 站队了 那你就大家发财 大家应不应同 我这个 想法 好的 这一期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带大家看一下这边啊 如果来的话 避免踩坑啊 节假意还是不要来 黄金粥啊 算个 淡季的时候来一下还是 可以的 吃饭千万不能去路边那个大排档吃 宰得死人了